由于在今夏的中超二次转会窗口广州恒大,一口气引进了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两名外援,所以现如今恒大队内的外援人数也达到了7人之多。 加之足协的政策规定一直球队,最多可注册4名外援,所以恒大也在间歇期结束前撤销了古德利、精英权在中超下半场联赛的报名资格,现在他们也正与J马一同面临着无球可踢的窘境,不过近期似乎出现了转机,因为关于古德利的下家,终于有了眉目。 根据多家葡萄牙媒体报道,葡超豪门葡萄牙体育目前已经和广州恒大达成了一致,古德利将以租借的方式加盟葡超球队。 据悉,本次租借费为300万欧元,租期的一年,葡萄牙体育也将分三期向恒大支付租借费,同时恒大还得承担古德利500万欧元年薪中70%的薪水。 乍一看恒大在此次转会中似乎充当了冤大头,因为外租古德利不仅要承担习70%的年薪,转会费也仅为300万欧元的白菜酱,这基本上就是白送给葡萄牙体育使用一年。 尽管如此,但恒大考虑到古德利才26岁,正值生涯的黄金期,所以俱乐部方面也不想耽误他,再说古德利的职业态度也非常好。 即便无求可踢但他依旧跟随恒大与被对训练已保持状态,加之俱乐部也不差那点钱。 毕竟古德利也曾为广州恒大做出过贡献,但相比其广州恒大与古德利的好聚好散,恒大的另一名外援J马就显得有些尴尬了。 这名恒大当年花创队时转会被记录的4200万欧元满下的哥伦比亚球星两年仅出场16次共打进4球,其他时间均在和商并做斗争。 尽管如此,广州恒大对J马依旧不离不弃,此前在欧洲转会窗口曾有不少球队为J马送上了包架,但都被广州恒大一一拒绝,而J马也不止一次向恒大提交离队请求。 但恒大方面也依旧无动于衷,对此J马的经纪人给出的解释是,广州恒大对J马还有期待,而广州恒大对J马不离不弃的精神也着实令人唏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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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